创世纪第四十四章 约瑟吩咐管家说 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布袋 要尽他们所能攜带的 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他们的袋口 把我的银杯放在最小的袋口 连同他买粮食的银子放进去 管家就照着约瑟吩咐的话去做 早晨天一亮 那些人和他们的驴子都被打发走了 他们出了城 走了不远 约瑟就对管家说 起来追赶那些人 追上了就对他们说 你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这不是我主人喝酒和占谱用的杯吗 你们所做的实在不对 管家追上了他们 就对他们说了这些话 他们对管家说 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你的仆人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你看 我们从前在袋口发现的银子 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给你 我们又怎会从你主人的家里偷取金银呢 在你仆人当中 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 谁就要死 我们也要做我主的奴仆 管家说 现在就照你们的话做吧 只是在谁那里搜出来 谁就要做我的奴仆 其余的人都没有罪 于是他们急忙把自己的布袋卸在地上 个人打开自己的布袋 管家就搜查 从最大的开始查到最小的 那杯浸在汴亚敏的布袋里搜出来了 他们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个人又把担子驮在驴上 回城去了 犹大和他的兄弟来到约瑟的家里 那时约瑟还在那里 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在地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必能占卜吗 犹大说 我们对我主可以说什么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们怎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 神已经查出你仆人们的罪孽了 看哪 我们和那在他手里搜出碑来的 都是我主的奴仆了 约瑟说 我绝不能这样做 在谁的手里搜出碑来 谁就要做我的奴仆 你们其余的人 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犹大走进约瑟身边说 我主啊 求你容许仆人说一句话 给我主听 请不要向仆人发烈怒 因为 你好像法老一样 我主曾经问仆人们说 你们还有父亲或其他兄弟没有 我们曾经回答我主 我们还有年老的父亲和最小的弟弟 是他年老时所生的 他的哥哥死了 他母亲只剩下他一个孩子 他父亲非常爱他 你就对仆人们说 把他带下来到我这里 我要亲眼看看他 我们对我主说 那孩子是不能离开他父亲的 如果离开了 他父亲必定死 你对仆人们说 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 不与你们一同下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于是 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 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后来 我们的父亲说 你们再去替我们买些粮食回来吧 我们就说 我们不能下去 如果有我们最小的弟弟 与我们同去 我们就下去 因为我们最小的弟弟 不与我们同去 我们就不得见那人的面 你仆人我的父亲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我的妻子 只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已经离开我去了 我想他必定是被野兽撕碎了 直到现在 我也没有见过他 现在 你们又要把这个 从我面前带去 如果他遇到不幸 你们就使我这个白发老人 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我父亲的命 与这孩子的命 是相连在一起的 现在 我回到你仆人 我的父亲那里 如果没有孩子 与我们在一起 他已经没有孩子 就必定死 这样 你仆人们 就使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 这个白发老人 愁愁苦苦地下阴间去了 因为仆人曾经向父亲 担保这孩子的安全 说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 交还给你 我就在父亲面前 终生承担这罪 现在 求你容许仆人留下 代替这孩子 做我主的奴仆 让这孩子 与他的哥哥们 一同上去 因为如果孩子 没有与我同去 我怎能上去 见我的父亲呢 恐怕 我会看见灾祸 淋到我父亲身上 我会看见灾祸